一早我们在酒店里玩耍 这里都是宠物草坪 不用牵绳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六甲耳朵发炎了 应该是下水之后没有擦干净耳朵 所以今天下午六甲就不能再下水了 玩了一会儿太阳出来有点晒 累了 宝宝累了 累了妈妈带你回去了 酒店录注率大概很低吧 我只知道宠物房几乎都满了 回房后他们就开始睡觉 你们看发财的脚是不着地悬空的 我手伸进去都碰不到他的脚掌 这几天都热 他们也确实是玩累了 特别是假奶奶 出去撒完尿就想回房 中午我们去了洋桌的茶社 主要是为了给狗子带吃的回来 四个肉包子看上去很不错 吃完肉包子的笼子都大没了 发财 发财到妈妈这里了 哥哥扶着你呢 水拍在他手上拍一点 往后人看起来 发财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 没想到更恐怖在后面 会有的发他自己游往前游 你说你看他自己游的 他就是想找个地方趴下来 他自己游呀 他就是怕水 怕水啊 对他怕水 他这个就不像游泳的样子 他就像在挣扎的样子 你让他往前面 他就是胆小 来 发财了 他被淹死 不会被淹死 哥哥游泳这么好 你怎么会被淹死 你觉得你逼他下水 哥哥说我逼你下水 恐慌啊 发财你恐慌了 什么时候回上海 泳池捞出来 回房间吹洗完毕 我宣布 莫干扇安机启动 拉入黑名单 这辈子再也不来 还好耳朵发烟都过一劫 水里太可怕 好像有水怪 又很厉害的还想到这个沙发上来啊 越想越生气 你现在就给我订羊排 明天送到 明天到家 我再也不出门了 这下水里是什么用的 我再也不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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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